今天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是这个 十架的七言 祢祢今天想分享给您的七句话 那传道在这个我们最近关过的这个领恩会说这个 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在圣餐的时候很想讲这个耶稣在这个定死的这些故事 preacher mentioned briefly during this past holy communion that due to often due to time constraint that they will often talk about the story of Jesus' crucifixion 那今天我们离这个领恩会大概才两三个礼拜 所以我们大家都还记忆犹新的时候 我们接这个机会来学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讲的这个七段话 and since it's only been a few weeks since holy communion let's take this opportunity and look at the seven words that were said on the cross 那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讲的这七段话对我们有很深的意义 of course these words impact our faith greatly 因为耶稣在定死的时候在接受极大的痛苦 然后又没有多少生命力的这个状态之下 所说的话一定是最重要的 for he suffered greatly when he was crucified and he was under great fatigue when he at that moment so these seven words has a lot of meaning behind it 就像假如说有一天我们在病肠上已经快要死了 for example likewise if one day we're dying in a sick bed 然后你只能有力气为你的亲爱的人或是为你的子孙 或是你的家人或是朋友说几句话你会说什么呢 and imagine that if you only had the strength left to say a few words what would you say to your family and friends 难道你会说太太啊我们这个车子这个机油换了吗 you wouldn't say to your wife hey did we do the oil change 或是说你这个水电费交了吗 and you wouldn't say do we pay for the utility bills either 你一定会说你觉得是最重要的要最让他记得的话 所以说耶稣基督在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七段话 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必须要牢记的 因为他告诉我们神要我们所记住几项最重要的教训 我们请先看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我们请看第二十五节 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第二十五节 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马可福音第十五章 对不对25节对定他十字架上是挤出的时候 那中文这边挤出其实是早上九点钟左右 是说早上九点钟的时候 然后我们跳到第三十三节 从五镇到深出遍地都黑暗了 那五镇呢,五镇就是中午十二点 那深出就是下午三点 所以说从十二点到下午三点 圣经说这边遍地都黑暗了 我们知道这当然是一个神迹 怎么可能在这个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 太阳最热的地方灰然遍地都黑暗呢 我曾经有看过有一些这个学者 他们是想要极力的来这个对抗这个圣经的记载 他们都说啊有可能那个时候是日全时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美国最近才有日全时 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甚至坐飞机去看这个日全时 结果有多长呢?不到三分钟 这边说有三小时遍地都黑暗了 有那种三小时的就是全时吗? 但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我们知道这是神 耶稣基督在这三小时之内为我们尝了死胃 而在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灵魂被神所弃绝 然后连这个太阳也不放光了 那耶稣被定死这个是一个历史的一个事迹 那在这个各大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被定死的这个事迹 那每一个福音书都会把不同的话记载在不同的时候 那我们所以说我们今天把这个各福音书 按照这个时间的这个阶段 把这耶稣在十字架上总共讲的这个七段话 来做一个复习 那我们从路加福音二十三章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四节 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一段话 耶稣说 当下耶稣说 父啊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冰丁就拧纠分他的衣服 耶稣说 这是他在十字架上的第一段话 这一段是在路加福音才会看到的 他那个时候刚刚才被这个冰丁被钉在这个哥哥他山上 然后两边有两个强盗 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 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 相父祈求 说赦免这些人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知道 是要宽恕谁呢 就是宽恕那些定他的 跟着把他定死十字架的这些冰丁 跟这些文士 跟这些这个祭祀 我们甚至可以说 这个时候就是耶稣设立一个榜样 叫我们要来宽恕甚至害我们的人 甚至我们的敌人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第一件做的事情 是赦免他的这个敌人 那这些敌人除了看得到的 还有很多他的这些 像彼得在先前已经三次不认主了 跑到很远的地方 那还有这些先前 拥护耶稣的人 他们现在都不见了 所以这也是 经耶稣的祷告 其实也是为我们祷告 我们有的时候 如果得罪神 变成神的敌人的时候 耶稣也是向父祈求 求父赦免我们 因为圣经说 我们若与这个世界唯有 就与神为敌 所以实际上我们人生当中 很多时候都做与神为敌的事情 所以说有的时候 我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 我们就这样做 然后傻傻的 笨笨的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耶稣的这段话也是为我们祈求 耶稣在这个主导文里面也讲到说 我们要赦免人的债 如同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到人的债 所以说这个赦免是我们信耶稣的人 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所以说如果我们主耶稣基督 在极痛苦的方面的支架上 还可以赦免祂的敌人 难道我们今天不能饶恕我们的弟兄吗 难道我们曾经没有做过与神为敌的事情吗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们都要求都需要神来赦免我们 所以说我们也必须要先饶恕人 这样子我们的神就会饶恕我们 我们再看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第二段话 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 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 第四十三节 二十三章四十三节 四十三节 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43 and jesus said to him asuredly i say to you today you will be with me in paradise 这段圣经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定的时候 有两个强盗 一个被定在左边 一个被定在右边 so as we mentioned when jesus was crucified on the cross there were two robbers that were also crucified 不仅仅是在十字架下面的这个兵丁 跟这些犹太人他们在那边讥笑 他们在那边鞭打耶稣 但是甚至有一位同样被定十字架的一位犯人 他也在那边讥笑耶稣 他说我们一起看第三十九节 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 他说你不是基督吗 他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所以当中甚至有一个强盗 临死了还要再羞辱耶稣一番 但是另外也有一位强盗 我们看第四十节跟到四十二节 那一个就应声则为他说 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 四十一节 我们是应该的 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 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四十二节 就说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四十一节 所以耶稣 告诉他说今日你要通我在乐园里是先前是有这个背景 这边讲到说 另外一位被定的这个犯人 他跟耶稣说 耶稣啊 我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 他说这位罪人他知道自己是被定是罪有应得 所以他也不敢求说他可以得救或是求耶稣赦免 他只说你的国降临的时候 你还记得我曾经为你说整个事情 但是耶稣知道说他是真心的悔改 那所以耶稣就把这个天国的永生给他 那所以说这是一个罪人悔改的故事 就算是一个这个很十恶不赦的犯人 是罪是配得定时日假的 但是向神悔改 神还是给他永生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就是要拯救罪人 那我们罪人就是要认罪 然后我们求耶稣纪念我们 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 我们就会得到从神来的这个永生 那我们知道说耶稣那个时候还没有死 所以这个新约还没有开始 所以当然这个罪人他将来会像亚伯拉罕 像这个甚至像摩西像以利亚都是在乐园等候这个耶稣的降临 那我们新约的人 我们如果认罪悔改的话 我们就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 然后我们将来就可以进入神我们预备的天国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再一次表明 他来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是要拯救罪人 我们请再看第三段话 是记载在约翰福音十九章 约翰福音十九章 我们看二十六到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 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 二十七节 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这边记载耶稣最后跟他母亲说的话 这边讲到说站在这个十字架旁边的 有一些妇人 他的母亲 他母亲的姐妹就等于是他的阿姨 她是阿姨 阿姨 他阿姨 他父亲也在那里面 还有就是另外有一位叫做格罗帕的妻子 他这个也叫玛利亚 然后另外有一位叫做莫大老的玛利亚 他们还有耶稣 唯一一个男的就是耶稣 所爱的那个门徒在十字架下面 所以耶稣是对他所爱的这个门徒 按照圣经学者的这个查考 一般来讲是这个约翰 他跟这个使徒约翰说 看啊看你的母亲 然后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 And 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 which was commonly accepted as John that behold your mother so that John took Mary in as his own mother 所以耶稣到最后被钉死的时候 还记得要照顾他母亲的生活 so even when Jesus was dying on the cross he remembered to take care of his mother's life with 因为他当然是很不忍心看到他母亲 就是没有人照顾他 所以就叫这个门徒 要把他自己的母亲 当作他的母亲看待 然后他的母亲也要跟 看这个门徒像他儿子一样 and because Jesus want his mother to be taken care of that's why Jesus told the disciple to take care of his mother and likewise told his mother to treat the disciple like her own son 所以说耶稣在世界上 甚至在十字架上也没有放弃 或是丢弃他世界上的这个该做的事情 so even when Jesus was crucified on the cross he never forsook what he needed to do 所以我们今天活在的世界上 除了爱神要侍奉神以外 我们世界上的事情也是当做的 so likewise when not only we need to do our due duty towards God we also need to do our duty as a man in the world 那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 这边说我们要孝敬父母 让我们再次长寿 in Exodus chapter 20 verse 12 he says we need to honor our parents so that we may have a long life 这个是世界里面神告诉我们人 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and this is the first thing that God commanded us to do in the ten commandments that was done towards men 所以说我们在世界上很重要的这件事情 就是要孝敬父母 然后要有办法 说让他们有一个过好的这个日子 so we need to take care of our parents and make sure their lifehood is taken care of 所以说我们绝对不能因为说 因为说我是拜神 或者说我们是有一些理由 就把这个神很重要的这个诫命所违背 so we should not use worshiping God as an excuse to neglect our parents taking care of our parents 所以说我们来教会敬拜神 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在这个生活的时候 我们也要尽我们的能力做我们该做的 尤其是要照顾我们的父母 so when we come so even when we believe in God and come to worship Him on Sabbath we still need to remember that we need to do our diligence and responsibility towards the society and also our parents 这样子也许我们的父母 就会看到我们对神的信心 他们也可以来信主 如果他们没有信主的话 and through this perhaps if our parents are believers then perhaps they can see our faith towards God and this might also bring them into Christ 这个是主耶稣给我们设立的这个榜样 so this is the example that Jesus said for us 我们看的第四句话 let's look at the fourth sentence that Jesus spoke 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第27章 let's turn to Matthew chapter 27 马太福音第27章 Matthew 27 第46节 verse 46 马太福音第27章第46节 Matthew 27 verse 46 alto 메太福音第46 耶稣大声喊着说 一黎一黎拉玛giaedadadani 就是说我的神 为什么一起我 and in 46 and about the ninth hour Jesus cried out with a loud voice regarded 一来一来,拉玛,沙巴奇塔尼, That is, my God, my God, why have you forsaken me? 这一段话在这个马太福音跟这个马可福音都有记载, 然后他们都是说在这个最后,就是在这个申书的时候,耶稣说了这个话, 也就是过了这个三小时的这个黑暗以后,耶稣说这个话, 那在这个时候,耶稣的这个被永生的神所弃绝, 因为这样为我们人藏了死味, 我们既然是都是罪人,我们就不配,不配回到神那里去, 但是耶稣基督为我们藏了死味,为我们的罪被神离弃, 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回到神那里。 我们可以想象说这个被神离弃的这种痛苦是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可以想象在偏地都黑暗的时候, 可能我们可以想象象, 那我们是在这个地方都黑暗的时候。 如果像纽洁有大概75%日全食的时候, 快要盖起来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什么蚂蚁啊, 什么苍蝇啊,蚊子都跑出来。 為什麼呢?因為他們想說已經天暗了,所以這個蚊蟲就會從傍晚的時候跑出來 那是因為蚊蟲覺得它變得暗,所以他們從藏起的蚊蟲 我有一個同事,他們可以看到這個完全日全食的時候,他們說忽然一按下去,那個農場裡面的雞就自己回到這個草裡面 自己就回到這個雞窩裡面 那這個雞很乖,他就這樣慢慢說,天啊,他就回去,然後公雞走在最後,公雞最後也走進去 然後三分鐘以後,互換天亮了 然後公雞就跑出來,再咕咕咕咕,然後雞又跑出來 然後之後它變得亮,蚊蟲就出來了,開始做聲音,然後雞肉也出來了 所以說,因為動物就是只看這個天,然後看這個太陽來運作,所以他就當然就是覺得說,今天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這邊記載說,天地都黑暗,從這個中午十二點到下午三點,竟然是有三小時,像晚上這樣子 你如果是普通人的話,你一定會嚇到,對不對 你會說這個是很不尋常的這種幾乎不可能的這種天象,對吧 所以這就是告訴我們這件事情,為什麼在這個馬可福音跟這個馬太爾福音都這樣記載 然後耶穌最後所說這個話的這個真實性 在這三小時之內真的是天地都黑暗了,因為這個 這個神,耶穌把我們這個罪都承擔了,是一個世界上最黑暗的這個時期 所以他說,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啊 但是因為耶穌他這樣說,所以今天我們的神就不會離棄我 所以我們今天絕對不能離棄神啊 因為耶穌已經為我們藏了那個被神離棄的滋味,所以我們怎麼可以離棄神呢 離棄神是像什麼樣子呢 離棄神就像是日全時是天地和外國三小時,整個地球,整個宇宙都是天象的大便 所以我們已經信耶穌的人一定要非常注意 所以耶穌已經為我們的罪被神離棄了,所以我們沒有資格離棄神 因為如果這樣做的話,那個是一個非常不好的事情 好,我們來看這個第五段話 我們看約愛福音第十九章 約愛福音第十九章 第二十八節 十九章二十八節 二十八節 二十八節 這世以後耶穌知道各樣事已經成了,我要使經上的話應驗就說,我渴了 二十八節 after this,Jesus knowing all things were now accomplished, that the scripture might be fulfilled, said, I thirst 這個耶穌在十字架上流了很多血,所以當然是肉體上是會很渴的 And since Jesus bled much on the cross, He would feel physically thirsty 所以說這第五段話聽起來好像是,是在講,是在要求,因為他來告訴個人,他的肉體上的需要 And so here it seems like Jesus is telling other people his physical need 但是聖經告訴我們說,耶穌講這句話是要應驗經上所記的話,要使經上的話應驗而說的 And however the Bible tells us,Jesus said what he said here to fulfill the scripture 耶穌基督的出生在聖經,耶穌出生兩千多年前就被應驗了 他的死也在舊約的時候就有人預言他的死 And his death was also prophesying in the Old Testament 所以耶穌做這個事情來證明這個舊約所應願的這個弥賽亞就是耶穌 這裡給我們一個印證告訴我們說,我們所信的這位耶穌真的就是從更古以來所預言的這個弥賽亞 So here it tells us that Jesus is the Messiah that was prophesying in the Old Testament 那我們看這個詩篇第69篇 詩篇第69篇第21節 詩篇第69篇第21節 他們拿苦膽給我當食物,我渴了,他們拿醋給我喝 21,they also gave me go for my food, and for my thirst they gave me vinegar to drink 好,我們再看回這個,看回這個約翰福音第十九章 And let's turn back to John chapter 19 耶穌說,我渴了以後呢? 第29節 有一個器皿沉滿了醋,放在那裡 他們就拿海蓉沾滿了醋,綁在牛西草,給他送到他口 29,now the vessel full of vinegar was sitting there, and they filled the sponge with sour wine, put it on Hesop and put it into his mouth 所以這就是要印證在這個詩篇,69章21節 說他們,耶穌渴的時候,他是給他們,冰丁給他喝醋 我不曉得哥哥哥有沒有喝過醋 不過一般渴的人應該是不想要喝醋的 我們知道這個醋其實是,在化學裡面有一種是酸性的,一種是鹼性的 醋算是一個比較低鹼性的東西 所以就是,acidin base,是低鹼性的 所以我們知道醋是一個化學物比較低鹼性的 那水的話,它的這個所謂的這個pH是7,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所以說這個醋 所以說渴的人吃醋應該是不是很好的事情 就是絕對不會讓你解渴了 所以這個,最後他渴的時候,竟然也是喝這個醋 那聖經告訴我們說,因為他渴,所以我們今天才不會渴 因為他的鞭傷,我們今天可以得到醫治 所以今天我們如果渴的時候,我們向神有什麼需要? 我們說神啊,我渴了,我餓了,我需要這個,我需要這個 我們絕對不會有醋可以嘗,神一定會給我們這個 我們所需要的,看是要水啊,看是要食物啊,看是要各種福氣 因為耶穌已經為我們喝了這個醋 因為耶穌已經為我們喝了這個醋 這也是要應驗這個,這個,舊約的這個預言啊 那我們看彼得前書 第二章 彼得前書第二章二十四節 他被跨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 既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在意上活 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二十五節 你們從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卻歸到你們靈魂的牧人監督了 二十四 Who himself born our sin in his own body on the tree, that we, having died to sins, might live for righteousness, by those stripes you are healed 二十五 For you are like sheep going astray, but have now returned to the shepherd and overseer of your souls 所以這段聖經告訴我們說 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受到極大的肉體的痛苦 他在十字架上我有這一句是來跟世人說這個,他這個肉體上的痛苦 他從來沒有說,哎呀我這裡痛啊我這裡痛啊,他只說我渴了 所以我們不要想到說,啊這個耶穌是神嘛,他在十字架上被定是不痛的 啊,耶穌的思想還非常的好,還可以交代這個交代那個 不,這個聖經告訴我們說他在,他所受的這個痛苦,是真正的這個痛苦啊 啊,但是因為他受到這個痛苦,所以我們今天就無意接受這個痛苦 How are we the bible says here, because Jesus has truly suffered for us, that's why we can avoid the suffering today 那我們看第六段話 Let's look at the six phrases he said 也是回到這個約翰福音第十九章 Let's turn back to John chapter 19 第十九章我們看第三十節 Gospel of John chapter 19 verse 30 耶穌藏了那醋,就說成了,便低下頭,將靈魂交付神了 所以耶穌這邊低下頭,說成了 啊,成了,什麼成了呢 啊,就是這個拯救世人的這個工作已經成了 所以從此以後,我們人藉著相信耶穌就可以得用聲回到神那裡 那這個就是成了這個意思 啊,然後他把他的這個頭,聖經說他低下頭,然後把他的靈魂交給神 啊,所以說我們正耶穌教會,按照聖經的這個教導 啊,我們在受洗的時候是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啊,所以說我們在洗禮的時候,我們也是低頭像耶穌一樣 我們低頭認罪把我們過去的這些,舊的這些生命,舊的這些不好的生活 啊,一起都被埋葬 啊,那我們就是這樣子來接受耶穌的這個成了,的這個救恩 啊,為什麼這是,為什麼這是聖經的真理呢 啊,我們繼續看這約翰福音,約翰使徒約翰怎麼寫的 我們看第三十二章,三十二節 啊,我們講,對不起,看三十三節 三十三節,只是來到耶穌那裡見他已經死了,就不打斷他的腿 三十四節 三十四,我有一個兵,拿槍扎他肋旁,隨即有血和水流出來 三十五節 三十五,看見這事的人就做見證,他的見證也是真的,並且他自己知道所說的也是真的 教導人們耶穌可以信 三十四, but one of the soldier pierced his side with a spear, and immediately blood and water came out 三十五, and he who has sinned has testified, and his testimony is true, and he knows that he is telling the truth, so that you may believe 四面講到說,有一個兵丁,拿扎著耶穌的肋旁 有血跟水流出來 為什麼會記載得這麼詳細呢 為什麼會記載得這麼詳細呢 因為一般來講,如果人,假如說你看到人家車禍,或是看到什麼事情,一般人就是會流血是一定的,可是這邊寫得很清楚,是血跟水流出來 然後寫這個聖經的人怕你們還不信,還特別說寫這個人做見證,他的見證是真的,叫你們信他所說的,是真的,叫你們可以信 所以就告訴我們說,在犀利的時候,這個雪跟這個水跟著聖靈做見證,我們真的是被耶穌的寶雪所洗淨,那這個耶穌的這個成了的這個目的也達到了 好,我們看第七段話 那我們看路加福音第23章 Luke 23,第46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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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大聲喊著說,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裡,說這話,豈就斷了 46, And when Jesus had cried out with a loud voice, He said, Father, into your hands I commit my spirit 這個是耶穌在十字架上,按照四福音書裡面最後記載的話 是耶穌直接喊著對這個父說的話 是耶穌直接喊著對這個父說的話 然後耶穌重新跟這個神的關係,又回到這個神那裡了 And after testing death, Jesus once again united with God 這對我們有很深的意義 因為聖經告訴我們說 那主耶穌就是那出熟的這個果子 將來耶穌就是給我們做一個榜樣 And the Bible says that Jesus is the first fruit And He will also be our examples 所以我們將來也是這樣子 在我們快要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把我們的靈魂交在這個父的手裡 Likewise, when we are about in the future When we depart from the world, we will also give our spirit into the hand of God 所以說我們每個禮拜來這個教會查考道理,祷告 就是為了有一天我們也可以跟耶穌說同樣的話 And this is also the reason we come here gathering on the Sabbath to worship God so that we may one day speak the same word as Jesus 耶穌有這個信心 祂知道說祂死了以後,祂的靈魂是要回到神那裡的 Jesus had faith, He knew that when He died, His spirit will return to God 我們今天也要有這種信心 Likewise, today we need to have the same faith 我們離開世界的時候 我們要有大聲的說 哎呀,我這個靈魂要交到神 要回去神那裡了,我們要交在父的手裡了 你今天有這個自信嗎 Do we have the same faith today 還是如果今天你要離開世界的時候 你還不曉得自己要去哪裡啊 Or do we no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when we are about to depart from this world 那如果你不知道你要去哪裡 不確信你要去哪裡,那就很不好啊 And it is not good if we do not know where we are going 但是我們如果遵行耶穌的腳步在十字架上 甚至我們遵行祂在十字架上所說的這七句話 我們最後也可以說這句話 就是把我們的靈魂交到這個父的手裡 However, if we by His teaching of what He said on the cross One day we will also be able to be like Jesus And proclaim that we will give our spirit back to the Father 好,所以我們最後做這個複習 我們最後耶穌第一句話就是要 就是赦免祂的這個敵人 So let's take a look at again what Jesus said When He was crucified The first thing He said was to forgive His enemies 然後祂赦免罪人 And then He forgave the sinners 然後祂把祂的母親安排了祂母親未來的事情 然後祂為我們藏了這個死味 然後祂被神離棄 所以我們要牢記,絕對不能離棄神 And He tasted that for us by being forsaken by God Therefore we should not forsake God 然後祂說祂渴了 因為祂這樣說祂渴了 所以我們今天不管是肉體上 或是有什麼需要 我們向神求神都會給我們 Then He said He thirsts So today whenever we have need We can convey our need to God 然後祂說成了 所以這個救恩成了 所以我們還沒有得到救恩的人 要趕快抓住耶穌成了 說成了這段話 來接受耶穌基督的保學洗禁 來接受這個救恩 然後最後我們也可以把我們的靈魂 交在這個天父的手裡 And lastly we will be able to give or put our spirit in the hands of God 我們請唱詩第208首 Let's sing hymn 208 208 我們請說好誠息 這段話說完 讓我olved